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最小平方法 我们想要算这个回归方程式 回归模型中间A跟B这两个系数到底要等于多少 那么我们是利用了最小平方法的技巧 叫做Ordinary List Square Estimator 那么最小平方法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直线到这个Yi的这个值的距离 上面总和的平方我们希望它极小 也就是所谓的残差和的平方和 我们希望它渐量小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母函数 那么我们要希望这个最小要怎么去算呢 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解说 怎么说呢 来,我们来看 A跟B现在目前是位置数 我们假设这一个方程式我们把它画成图形 因为它是两个位置数 所以它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图 来,我们看一下 假设它要极小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锅子底下 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我们发生的适当的一个A跟适当的B的一个点 相对极小找到 那怎么做呢 它当然是拥有水平切线 不论在X方向或者是在Y方向 这个地方我们不再用X了 我们用A跟B来取代 对于A方向跟B方向 它都有水平的切线 也就是微分等于0 现在我们对A来偏微分 对B也偏微分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方程式 我们得到的方程式 两个位置数 两个方程式 我们应该有办法解出来 这就叫做标准方程式 这是normal equations 这是对A来偏微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对A偏微这个地方2 扔下去之后 这边照抄了以后 再对A来为分 我们发现是-1 所以这边有负的 等于0 现在对B来为分 这个地方 乘下去 这边的话有sigma 不要理它 我们的每一个项都一样 这乘下去之后 然后这边照抄一项 再对B来偏微 我们发现会释出一个xi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程式 一个有多一个xi的 一个是没有的 它要等于0 那么我们把它列出来 来我们把第一个列出来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了 这些都不要了 我们把它列出来 看一下啊 这2的话呢 和负号 我们把它省略掉 我们看里面的这个算式 这个把它乘进去 我们发现这是第一个算式 第二个算式 这个-2也不要了 我们就多了一个xi Yi了 第一式 第二式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 我们采用的是加减消去法 我们希望把B先算出来 要先算B 那么就一定要把这个A给消掉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写清楚一点 这个地方集中起来 这是Sigma Yi等于Na 移过去 第二个Sigma xi 很清楚了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A 这里有这样子的A 那么怎么做呢 通分 上面还少了一个这个 Sigma xi 下面少了一个N 那么怎么做呢 第一个式子乘上Sigma xi 第二个式子呢 乘上一个N 来我们写下去 第一个我们多了N Sigma xi 第二个多了一个N 来我们多通掉乘 现在我发现一二式都一样了 我们下一步要准备什么呢 准备要两式相减 好我们换一页看看 现在进行的是两式相减 一减二以后 来这个左边这边就是 这就是左方的部分 右方的这个已经消掉了 所以把B提出来 于是变成了Sigma X的完全平方 减掉N倍的Sigma X平方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把B 解出来了呢 来我们把B等于多少的 解出来 这看起来其实很复杂 其实并不会很复杂 这个地方我们习惯的写法是 不要把这个写在前面 相成的这个写在前面 来我们把它颠倒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常写的算式 这是什么 这是相成的总和 这个是总和的相成 记得 后面是平方的总和 这是总和的平方 那么虽然是说这样子的讲法 还是不好记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会教同学怎么样去记忆 那么B算出来了以后 那当然下一步要算A了 那么我们先把第一式 第一式的原始式把它写出来 各位同学看一下第一式的原始式是什么 Sigma Xi还没有成的 就是变成了这个 是等于什么呢 NA 还有呢 这个是一个 好 那现在我们把A要解出来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把这个移向过去 把A的话呢 独立起来以后 A就可以解出来了 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Y的平均数 这是什么 这是X的平均数 就是Y bar减掉B B是已经算好了 在这边 那么A就可以依照B算出来的值 再跟它的平均数 得出了A的数值 那么我们的计算的技巧 这个方法我们就称为 最小平方法 那么基本上来说 已经有了公式 所以我们不会每次都要用微分 我们就直接带这个公式就可以了 可是同学会问说 这公式很不好记 看起来好复杂 那么我教各位同学怎么做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部分 下一部分的话呢 是符号的一个记忆的公式 先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常常用的 这个叫做X bar 平均数 这个常常见到X bar就是样本平均数 Y bar呢 是Y的样本平均数 那SXX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每一个点啊 距离它的平均数的平方 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知道SXX的 这叫做离差的平方 和 那么我们经过了拆开来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这是A平方 减掉2AB加B平方 拆完了以后 它就变成了 这是什么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变异数的意思 各位同学想想看 这是不是就是变异数的意思呢 这是平方 平方 这是 和的平方 这是平方的总和 各位同学要记得了啊 这就是相当于是变异数 SYY呢 一样 类似的状况 只是把X改成 呃 Y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 SXY 这是交叉的 交叉的 其实它就是共变异数 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 拆开了以后 变成了 相乘的总和 这是总和后 相乘的平均啊 来我们看一看 这是什么 我们发现了 上面的话呢 完全一样 上面这个 就是我们的 S的XY 这是什么呢 SXX 那注意一下 B 我们这话呢 最常写的方法 就是这样 这样子也是最好记的方法 这是XY 这是XX 那么 它的基本定义都在上面 那么A 就是这样写法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都是固定的 所以B 只要算好的话呢 A 就可以知道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学会了这个公式之后 当然我们要利用这个公式来做一个回归方程式的例题 让各位同学熟练这个公式 现在假设 现在假设哈 有一堆的点 这是1到N 有N个点 我们现在的话呢 随机抽出了九笔资料 而且我们把它的这个资料都已经算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样本回归方程式 那么就是要找A跟B的值 只要把A跟B找到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这个回归方程式 首先当然要先把B找到 B就是什么 XY XX 来 我们把XY的意义写出来 XY的话呢 就是 这是相乘的总和 减掉N分之 这是各自的总和在后再相乘 那这个一样 类似的状况 这是X跟Y 这是自己跟自己 那这边就两个 这本来是平方了 但我们为了一致性 我们好像这样写会比较看起来比较简单 我现在准备要把数字带进去了 现在为了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不喜欢再把它写成分数 我们上下同乘一个N好了 那这边就有一个N N是几 九 九的话呢 这是相乘的 上面有没有资料 有多少 三百五 减掉各自的总和 然后再来乘下去 这是多少 这是三十 这是几呢 九十 减掉三十乘九十 这个底下的话是平方 平方 这边有资料在这边 但是别忘了还有个N N是几 九乘上 一百二 减掉 这个是三十三十 好 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算出来上面是四百五 下面是一百八 得到什么结果 这是B的值 就指的是斜率 这斜率比我们的截据还要更加的重要 下一步 把截据找出来 Ybar已经知道了 10.2 Xbar呢 3.3 好 带进去 连2.5也一起带进去 10.2 减掉 2.5乘上3.3 算出来的结果是1.95 于是这个样本回归方程式我们就可以写了 Y等于A加上BX 这就是我们的样本回归方程式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回归方程式立体 这是立体是说 有一个公司他做了一个记录 XI指的是投入的广告费用 他把它列出来了 那所得到的销售金额 这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YI指的是他得到的销售的金额 然后计算结果 这个地方是X乘上Y 这是X的平方 这是YI平方 都帮我们算好了 那么现在他要我们算什么呢 回归直线方程式 那么要算回归直线方程式 第一步 当然是先把这个B先算出来 来我们把B的这个公式列出来 叫做XXY下面是XX 来我们写下去 XYXX在这边 好我们等于的话呢 这边是相乘的 乘上N倍减掉这两个相乘 这叫做相乘的总和 减掉总和的相乘 这是平方的总和 减掉总和的平方 来等于 现在我们看一个一个来对 这有几笔资料呢 五笔资料 这边是相乘的总和 在哪里 在这里 六三一八 填下去 这个呢 是 X的总和 叫做九十六 Y的总和 叫做二四五 填下去 底下 我们看一下 X平方的总和呢 在这里 二五八六 减掉 X的总和是 九十六的 这边再来一个平方 好 我们按计算机算一下 这边是等于 八千零七十除以 三千七百一十四 那我们算出近似值 我们算两位好了 二点一七 这是我们的回归方程式的斜率 那么下一步 我们要算的是 A了 那么我们要知道 A是从哪里算出来的呢 由 平均数 X bar跟Y bar 他这个地方 他还没有给我们 那么我们就自己算 X bar是指的是什么 是总和的 尤其比资料 平均数 五笔资料 所以九十六除以五 来X bar是 十九点二 那么Y bar呢 Y bar的话呢 是总和 已经算好了 除以五 变成 四十九 好 那么A 就可以算出来了 A是等于 Y bar 减掉B Y bar是 四十九 B是 二十七 二十七 X bar是 二十七 二十七 我们把它带进去之后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七十三四 那么这个直线方程式就可以写出来了 Y 等于 Y 等于七点三四 加上 二点一七 X 这就是我们的 回归直线方程式 我们这个单元里面主要是介绍的是 什么叫做最小平方法 那么这个最小平方法 它其实是依据在哪里呢 残差的总和是零的一个基本前提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离差的部分来说 它总和当然是零 那么平方的总和要最小 那么我们希望它的SSE最小 残差的平方和 然后再来就是残差跟变数之间的共变数是零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们得到了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 那请同学多多的计算 然后把这个公式先熟练 这样子才能够得心应手 好